被IMF形容 全球唯一今年有增长的主要经济国 中国第三季增长数字 市场预计增长有5.3%至5.5% 结果出来只有4.9% 有经济师就归咎 零售复苏比预期疲弱 导致增长差过预期 这个分析策局认为错得很离谱 因为七八月份零售数字 并没有跟预期大幅偏离 而九月的零售数字 升幅更加有3.3% 市场的中位数 预期只得1.6% 试问一个较预期高出一倍的数字 又如何构成零售复苏败弱的说法呢 更何况稍微计一计 零售贡献GDP 由上季负2.3个百分点 升到去1.7% 零售增长败弱之说并不成立 工业生产数字也超出预期1.1个百分点 两组数字定义上是远超预期 为什么呢 两组经济高频数字 远比预期好的情况之下 大数反而差过预期 这个才是重点 而更加有趣就在于 今年上半年情况就刚刚相反 大数比高频数字所指向的好 第一个解释 就是无疑9月份固定投资 弱过预期 尤其是制造业的固头 升幅由8月份的6.6% 降到去2.7% 而第二个解释 高零售高工业生产数字 但出现低过预期经济增长 原因似乎是分析界 未有调整进出口表现的因素 几日之前 内地9月份进口升幅超过一成 破了大会的记录 根据GDP的公式 正正是相关数字 拉大经济增长数字 纯粹怀疑分析界 可能是走漏眼 未有作出相应的修正 佳因第三季增长数字的预测 在几个礼拜之前 街外已经埋下了数 计算了 Defater 名义增长 第三季已经由上季的5.2% 扩大至到7.7% 基于高频数字势头强劲 热爱政策刺激 和人行放水的朋友 似乎就不用考虑了 当然大行报告总有template 尤其总要加附助 有加大政策空间等等 国统局就说 中国经济复苏位于世界前列 对的也不容置疑 但凡事都有它的成本 首9个月内地新增贷款超过16万亿 非金融机构的负债比率 用路透引述的数字已经升到266% 上半年扩大20个百分点 是08至09年以来最大的幅度 与其他大市场一样 疫情对经济影响 为了承托经济 靠的就是杠杆 但中国与其他市场不一样 人行的资产负债表 其实没什么怎么动